我們知道摩西他帶領先的百姓離開埃及過鴻海來到曠野 在曠野他們過了四十年 然後最後就來到了約旦河的東邊巴蘭的曠野 最後ヨウトタンの東側に行って巴蘭のところに行きました 這個時候摩西已經一百二十歲 他知道自己不能過約旦河 彼は自分は乙女側渡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としていた 因為ミリバー水的關係所以神不讓他過去 所以這是他人生的最後的終點戰 他必須向這些他所帶領的百姓道別 他有很多話要告訴這些百姓 但是要從哪裡開始呢 所以他決定就把律法重新再向他們交代一次 成為生命記 所以生命記我們又叫做律法的重頌 重新把它宋讀一次 那在生命記裡面摩西也特別吩咐百姓有幾件非常重要的事 我們就來學習這當中的一兩件 請看生命記第十二章 新命記十二章 新命記十二章 在生命記十二章裡面至少記載的三件事情 摩西、憤怒、百姓、在他們過了約旦河以後一定要注意 我們知道百姓他們在曠野的生活是非常單純的 每天早上出去解麻辣 而且要很早出去解 因為太陽一出來麻辣就融化了 那他們就聽摩西 因為摩西他會到會幕裡面聽神說話 然後出來告訴他們 所以他們的信仰生活很單純 但是現在要過約旦河 那進去以後裡面有嘉南的七族 他們有非常複雜的偶像的崇拜 而且是多神的崇拜 所以百姓他們過了約旦河以後 第一件事情要除掉這些外邦人 這些當地外族人他們的偶像 所以我們看到第十二章這個地方在講到說 不論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清脆樹下 都要毀壞那些當地人所侍奉的神 第三節說也要拆毀他們的祭壇 打碎他們的祭壇 用火焚燒他們的木偶 砍下他們雕刻的神像 你看摩西在交代的那些百姓非常細膩 有些是要拆毀的、有些是要打碎的、有些用火燒的、有些砍下來的 這一切都在說明說 不管怎麼樣不能留下一點偶像的痕跡 然後我們看第五節 所以你說 但耶穂華你們的神從你們各支派中選擇何處為利他名的居所 你們就當往那裡去求問 我們知道當以色列百姓他們過了約旦河以後 摩西不在 那他們必須要散居在整個應許之地 有些人還要住在約旦河的東邊 有些人還要住在約旦河的東邊 有些人在加南地的最北邊、最南邊 北邊、南邊 所以神要這些百姓過了約旦河以後 他們的崇拜要集中 要他們 如果說你們要獻祭、要侍奉神 你們就來這個地方 因為 侍奉神的地方 不是讓人自己選的 而是神 祂要為祂的百姓選擇 神要選一個地方 祂要在這個地方 立祂的名字 祂要居住在這裡 那麼百姓要侍奉神 就到這裡來 我們知道說 當以色列百姓他們過了約旦河以後 有兩支派伴會住在約旦河的東邊 跟他們主要的這些百姓就隔開了 那十二個支派全部散居在整個加南地 神不要他們在自己的地方 用自己的方式去崇拜神 因為崇拜神 神要教導 教導他們一個崇拜的方式 所以 所以第五節這裡講說 你們的神 就是說 但耶穆法你們的神 從你們各支派中選擇 何處為立他名的居所 你們就要往那裡去求問 十三節 你要謹慎不可在你所看中的各處宣伴祭 唯獨耶穆法從你哪一個支派中所選擇的地方 你就要在那裡宣伴祭 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 那個崇拜神的地方是神自己選的 在十二個支派當中 祂要找一個地方 要選一個地方 來放祂的名字 祂住在那裡 百姓不能夠在自己看中的地方 去獻反祭 要來到神所選的地方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第八節 我們今日在這裡所行的是 個人行之眼中看為正的事 你們將來不可這樣行 一個社會如果說每一個人都行自己眼中看為正的事 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 那是一個很好的社會 我想大概日本的社會也算是一個 就是大家都是按照自己的良心在行事 但是對神的百姓來說 人不是只有說按照自己的良心來行事 這樣就好了 因為人的良心沒有絕對的標準 有些人做一些事情不應該做的 但是他良心也是不會覺得不安 所以神要祂的百姓 不是只有做你們 眼中看為正的事情 你們就這樣做了 所以神要祂的百姓 不是只有做你們 眼中看為正的事情 你們就這樣做了 28節 我們看個人眼中看為正的事情 這是相對的 個人眼中看為正的事情 這是相對的 是比較性的 而是一個絕對性的好 神看為正看為善的事情 你們就做 所以不要以為說 自己看為正的就可以了 我們今天在社會上 我們會有一些社會上的一些道德尺寸 它的道德標準 我們今天在社會上 我們會有一些社會上的一些道德尺寸 我們今天在社會上 道德、社會上的決定 只要你能夠提出理由來 你的理由正當 那你離婚、再婚 社會可以接受 正當的理由 日本、結婚、社會上的社會上的 但是在神的道理中 他卻不能接受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這個社會的道德標準 跟神、藉著聖經教導的道德標準 要有一個比較 這也是神要祂的百姓在過了約旦河到迦南地以後 必須要重視 神藉著祭司的教導 那麼這個地方在講說 謹慎不可以在自己所選的地方獻凡祭 因為禁拜神的地方是神在選擇 神在選擇 神在搬祭的地方 神在選擇 我住在多人多 加拿大的多人多 昨天晚上我有提到 我們附近有一個 一個尼加拉瀑布 你們大家都聽過 自分的家近有名的地方有名的場所 開車差不多一個半鐘頭就到 那過了這個瀑布以後 就是美國 那過了瀑布以後 有一個城市 它是屬於紐約州 它的城市的名字叫水牛城 水牛城這個地方 前一段時間住的一戶 姓章 那因為他們住在水牛城 這是在紐約州的最北邊的地方 如果說他們要去紐約市教會 紐約市的皇后教會的話 他們開車大概要八個鐘頭 那紐約附近還有兩間教會 紐澤西的那個 伊利沙白教會 或是比奧斯坡羅教會 也是開車大概要七八個鐘頭 所以離他們最近的教會是多人多教會 開車大概要兩個半鐘頭 但是要過海關 税関落とさなきゃいけません 政府信徒他們每個星期開車 就到多人多來聚會 那開車來到了這個移民館的時候 加拿大移民館問他們說 你們到加拿大來做什麼 他說我們要去教會聚會 移民館不能了解 你們家附近我們美國都沒有教會嗎 有 他們家旁邊就有很漂亮的教會 問題是那是不是屬神的教會 像聖經紀理所說的是 神祂自己要選擇一個地方立祂的名字 而且要住在那裏 對他們來講這個不是 他們必須要去神所選擇立名字住的地方 所以這個加拿大移民館雖然他不了解 但是他們告訴他說 我們就是要去我們的教會聚會 移民館沒有理解 他們的答案 我自己去教會 移民館就想好吧那你就過去 就讓他走了 半信半疑 他不了解說為什麼有人必須要出國去聚會 移民館 每個星期 後來多倫多教會覺得說這樣他們很辛苦 每個月一次由多倫多這裡就派人到那邊 去跟他們家人聚會 東倫多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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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國去牧養 因為 神耶穌教會 是神所選擇為立他名的居所 他的名字立在這裡 他的靈在這裡居住 所以我們要在這裡 並不是說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說我們所傳的 不是只有在傳說叫大家來信耶穌 我們在傳的信息是 要你到神耶穌教會來信耶穌 因為這才是得救的教會 那我們看到說這些百姓 摩西告訴他們說你們過了約旦河到了加南地以後 必須要去神所選擇的地方去那裡來崇拜獻祭 那個神仍是教會 那天還說說 神所選擇為立他名的居所 那天生在哪裡 當然要去 他們這裡 那個神所選擇為立他名的居所在哪裡嗎 約束曉記第十八章 第一節 以色列的全會眾都聚集在士羅 把會墓設立在那裡 那地已經被他們制服了 十八節 以色列人士全周圍地征服了 城裡集在那裡開墓 十九章 第五十一節 十九章 五十一節 這就是祭司以利亞沙和嫩的兒子約束亞 並以色列各支派的組長 在士羅會墓門口 優華面前年久所分的地業 這樣他們把地分完了 五十節 我們看這很奇妙 耶穌亞帶領百姓進入迦南地 他第一個攻下來的 エリ哥城 事實上是神攻下來的 百姓 你們喊一喊那個牆就掉下來了 那就是一個一個城把它攻下 到這個時候 加蘭地的城還沒有攻完 但是他們就分地了 有些城根本還沒有打下來 他們已經分了 這是你的 這是我的 因為神說這個地勢裡面的 所以他們就在士羅會墓門口 年久分地業 士羅不只在帶領他們的信仰 也成為他們行政的中心 但是當會墓設立在士羅的時候 百姓的信心 他們的信仰 對神的崇拜 卻沒有辦法 因為士羅的帶領而得到提升 所以我們看到說 整個士師記可以說是非常混亂的一段時期 士師記を見ますと 非常困難あるところで書いてあります 請看士師記 士師記を見てください 士師記ですね 士師記17章第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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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個人任意而行 這個任意而行 就是個人照自己眼中看為正的事而行 18章第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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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 19章第1節 18章第6節 我們看到士師記最終一句把整個士師時代做了一個總結 没有王 神在世罗要做他们王 但是在百姓的心目中 他们没有王 虽然祭司从神那个地方 有教导 但是个人照自己眼中 看为正的事情来行事 神在世罗 但是百姓跟他疏离 所以我们看到在四十字的第21章 四十字的二十一章 十九節 他们又说 在利波兰以南 波特里以北 在世间大陆以东的 四十六年年有幽法的结起 十九節 それで彼らは言った 年々城に宗の祭りがある 城はペテルの北にあって ペテルから四懸門に 上る大地が東にあると 二十一節 二十一節ですね 娘たちが踊りを踊り出していた 我们知道摩西分露 他的百姓 他们每年三大节起的时候 摩西が民につけたのは 毎年祭りあった時ですね 也就是愉悦节 寿木神ездのマスです 五巡節 五巡節のマス 还有祝憑節 祝憑節 周盆節 神秘 周盆節 收藏節 也叫收藏節 収獲のマスです 出版 就是说这三个节旗 他们所有的南丁必须要来到 来到这个神所选择为立他名的居所 在这个地方来献祭在那里欢乐 在生命纪的十四章讲说 要时常学习敬畏神 但是后来我们看 虽然年年都有节旗 节旗的时候大家都来了 但是只是在这里跳舞 在那里欢乐而已 年年は宗の祭りがあるんですが 彼らはそれを踊り出したことです 世老并不能带领イスリー他们的信仰 世老というのは イスリーの信仰を導く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 所以我们知道说在サムオ的时代 在サムオ祭上的第三章 神的言语稀少 祂不跟祂的百姓讲话 所以百姓的信仰没有方向 甚至祭司 就是一律的两个儿子 他们是恶人 不认识神 当那带领百姓信仰的祭司 不认识神 而且是恶人的时候 这实在是一个百姓的灾殃 所以神就不再容忍他们了 当他们有一次出去跟福利斯人打仗 彼らある福利斯人と戦った時 结果战敗了 それを破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所以他们就商量说 我们把神的约会抬到战场来 必然得胜 后来他们就叫以利这两个儿子 两个祭司 把约会从士罗抬出来 エリの子供二人的祭司を使わせて 他们的箱を持ち出した 来到战场 戦場まず行った 结果他们败得更惨 甚至约会对不去 他们的箱取られてしまった 从此约会没有再回到士罗 その后 他们的箱は 士罗に帰到ことなかった 请看诗篇78篇 诗篇78篇 诗篇78篇 第60和61节 甚至他就是神 甚至神离弃世罗的帐幕 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 又将他的约会交与人掳去 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所中 第60節 神は人々の中で設けた幕屋なる 城を住まいを捨てて 61節 その力を取り ことならせ その栄光を あだの手で触られた 那当然非一世人 因为他们採取了约会以后 他们反而受了摘殃 谁接了约会 他们的那些人就长自仓 送来送去 没有人敢接 到最后之后 把约会送回 以色列地区 那后来被接到 雅比拿打的家里 那大卫后来他当网了 他想起神的约会 在雅比拿打的家 他要把他迎到大卫城 但是方法错误 他用牛车 要去抬约会 就出事了 是杀了那个摸约会的 无杀 所以大卫下来 他害怕 不敢接到大卫城 后来约会被抬到 俄北以东的家 经过一段时间 大卫他学习律法 他知道是要 祭司立位人 才能够去抬约会的 所以准备好了 到最后才把约会 把他用立位人 把他抬 然后他不断的献祭 把他抬到大卫城 到索仁门建了圣殿以后 我们知道大卫城 大卫城是在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它本来是一个 一个小城 一个没有什么名的城市 叫耶稣列 那因为大卫把这个地方 当作他的京城 所以他在 在这个 耶稣列的一个前头 有一个宝藏的地方 叫做大卫城 圣经里面另外有一个 既大卫城 是在讲伯利宏 这是不一样的 因为那个伯利宏 是大卫出生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宝藏 就是他有一个堡垒 那个地方 叫做大卫城 那到索仁门建了圣殿以后 那他把约会把他迎进耶路撒冷的宝藏 这个时候 ソ連莫王他祷告这样说 我们请看历代自下 第七章 历代自下第七章 对不起 请看第六章 第六章的第四节 到第六节 四节到六节 熟路人说 耶路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 也亲手成就了 他说 自从我领我民出埃及以来 我未曾在以色列众支派中 选择一层建造殿宇 为我民的居所 也未曾拳选一人 做我民以色列的君 但选择 耶路撒冷为我民的居所 又拳选大位 治理我民以色列 第六章の四節 彼らは言った イスラエル神 主は訪問べきかな 主は口から持って 我が父旅程の約束されたことを その手を持って 成し告げられた すなわち主は言われた 我が民エジプト地を導き出せひから 私がなお 置くべき家を建てられるために イスラエル諸々の不足 不足のうちから どの町を選びることなく また他の誰でも 我が民イスラエル君として 選ぶことはない 我が名を置くために ただエスラエルを選びました 選び今 我が民イスラエルの 治るために ただ旅程を選んだ 我们看 约会迎進了 聖殿以後 ソロモン在 为百姓祝福 这个时候神感動他 让他知道 神已经選擇 イエルサーネ 为他利盟的居所 神様は彼ら感動し 彼らはイエルサーネの 居住場所を選んだ 所以ソロモン 他就向神祷告 ソロモン神様に お祈りしました 他说 这个殿 如果在你眼中 看神 可喜悦的 那么 我们在这个殿里面 所祷告的 求你垂听 私はこの 宮はあなたも 喜びであるなら 私はお祈りを 聞いてください 我们百姓 如果说 离得很远 他只要向着 イエルサーネ 来祷告 求你垂听 私は民が 本当に遠い遠く離れて イエルサーネに向かって お祈りをすれば あなたは聞いてください 神答应 神様約束した そう我们看到 像但一里 他被捕到 巴比伦去 他也是 要打开窗子 面向イエルサーネ 祷告 当神还喜悦 イエルサーネ 这个圣殿的时候 他们向着 イエルサーネ 祷告 イエルサーネ 向かって お祈りをした 但是当圣殿 当神选择 イエルサーネ 为利他民的居所的时候 他们的信仰 就这样 复兴起来的吗 我们请看 以赛亚书 29章 29章 以赛亚书29章 第一节 29章 一節 和第二节 一節 二節 爱亚利一乐 大胃安盈的臣 任凭你年上佳年 节旗 照常周流 我终必使 亚利一乐困难 他必悲伤哀嚎 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一乐 29節 亚利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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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 以色列百姓 他们男丁 每到节起 一年三次 每到节起的时候 他们要来到 耶路撒冷 他们要把一些 头生的牲畜 牛羊 要把他带过来 太原带不来的 他可以把 牛羊卖掉 换成银子 把他包起来 拿在手上 圣经讲得很清楚 拿在手上 带到 神所选择为利他民的居所 在神的面前 这里奉献 来这里欢乐 所以这三大节起的时候 耶路撒冷是非常忙碌的 我们可以想象 一两百万的人 进入耶路撒冷 想象 想象 一百万人的人 来的人都要献祭 所以这个祭坛 是非常忙碌的 牲畜是一枝一枝的放上去的 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城会充满了烟雾 而且是非常香气弥漫的 看起来就好像一个炉台一样 所以他又叫做亚利遗热 意思就是说祭坛的炉台 整个耶路撒冷城就好像一个炉台一样 因为烧不完那些祭僧 太多了 年上加年 节旗照常周流 每年 分到节旗就来了 大家都来 都来献祭 但是当他们这样献祭的时候 他们心有没有向着神 没有 所以神说我要让亚利遗的困难 要让耶路撒冷悲伤哀嚎 我却仁以他为亚利遗的 我却仁以他为亚利遗的 我却仁以他为亚利遗的物となる 为什么这样讲呢 どうしてもこんなこと言うんです 我就让他做一个燒死生次的地方 私はこの場所は本当 焼き物を死んだ場所となるんですよ 不是一个祭坛 祭坛ではないんですよ 专门在烧死生次的 専門的に 家畜は燃やす場所です やり入れ それはあり得る 所以神已经没有把他看成是对他的奉献 神様は神様の 自分大身の保守を それは見ていないんです 只是一些死生次 在那边烧而已 死生次的 家畜はそれ燃やしただけですよ 所以他说 我必以他为亚利遗的 そこは私は本当彼ら あり得るのようなものとなるんです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どうしてこうなってしまうの 先看十三節 十三節見てください 十四節 十四節です 主说 因为这百姓亲近我 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他们敬畏我 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 十三節 主は言われた このためは口を持って私を近づき 唇を持って私を敬うけれども その心は私を遠く離れた 百姓亲近神 民が神様を近づけることは 用嘴唇尊敬神 唇を持って神様を敬う 心却远离 心から腹立てしまった 这是很可怕的 それは恐ろしいものですよ 一个人如果无心的话 不要做 一人もし心 もうないもの なければ それをやらない方がいいと 当一个人做 但是没有心 もしその人をやっても 心はないければ 那只能让神絶得厌烦 神様が言ってから それは良くないことです 既然你没有心 为什么做呢 心持ってない 思ってないくせに それをやってはいけません 那百姓他们却是 人交 分析他们要这样做 所以他们就这样做 他们が彼らに みんなに言われてから こうやってやってしまうんです 该来的时候 来啦 来る時は来るんですよ 该献祭的时候 燒啦 本当 反省する気も焼くんですよ 至于心呢 自分の心は 在別的地方 他の場所にある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今日私もそうですよ 今天来到教会 今日教会に来も 因为聚会的时间 教会の時間 教会の週間時間 私は来たんです 唱詩 我也唱 但是我没有把心 放在这个地方 那才是神要的 神様 必要と知る心 那如果说 没有的话 もし本当ないと言ったら 念可不要 本当最初から 所以神在这里 告诉这些百姓 十四節 我们看到 耶利米先知 在传警告 エレビア 預言者も 警告 但是 假先知 也在 那个地方 传警 所以百姓 这是 这是 エルサイム 这是 エルサイム 意思是 神所选择 他居住的地方 他们選擇 居住する場所 怎么会有危险 怎么会有敵人 攻攻 所以他们不能够 接受 耶利米所传的警告 非常伤心 我们看 耶利米书第七章 耶利米书第七章 十二节 你们前往 世罗去 就是我先前 立为我名的居所 查看我因这百姓 以色列的罪恶 向那地所行的如何 耶利米书说 现在因你们行的 这一切的事 我也从早起来 警戒你们 你们却不听从 呼唤你们 你们却不答应 所以我要向这 称为我名下 你们所倚靠的殿 与我所赐给你们 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 照我从前 向世罗所行的一样 我必将你们 从我眼前赶出 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 就是以法连的一切后裔 十二节 我最初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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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節 主は言われた 今あなたが これら全てのことを 行っている また私は あなた方に対して しっきりに 語られるけれども あなた方は 聞かずに あなた方を 呼んでくけれども 答えなかった 十四節 それを私自身に対して 行ったように 私は何を持って あなたを 唱えられること 言えを行う すなわち あなた方が 頼みをするところ 私はあなた方を あなた方を 先祖に与えたこと ところを行う 十五節 十五節 そして私は あなたは すべての兄弟 あなたは すなわち Fライム すべての子孫を 捨てるように 私は前から あなた方を 捨てると 十二節 这里讲说 你们到四楼 去看一看 ジュニース 白い手 見てきなさいと 那是我以前 立委我名的居所 それは私は 昔から 私は 住んでいる場所 であるとか 你看 因为百姓的罪恶 我向那地 怎么样坐 我同样要 坐在耶路撒冷 而且要 让这些 住在这里的百姓 被赶出去 座って 民を置いて 刺さられてしまった 所以我们看到 后来 巴比伦大军 打进来 拆了这个城墙 壁を破 圣殿で燒了 宮も焼き払って 整个被毀掉 全てを滅かしてしまった 百姓被掳 民を怒り始めた 为什么呢 第四節 十四節 您不要倚靠虚晃的话 说这些是 耶和华的殿 是耶和华的殿 是耶和华的殿 第八節 第八節 看啊 你们依靠虚晃无意的话 你们偷盗 杀害 奸淫 奇甲事 向巴黎烧香 并随从 素不认识的别神 且来到这 称为我名下的殿 在我面前敬拜 又说 我们可以自由了 你们这样的举动 是要行那些 可证的事吗 这称为我名下的殿 在你们眼中 即可看为 杰窩呢 我都看见了 这是耶和华说的 四節ですね 他们只是在拜神 神的时候 他们心中 还是有其他的偶像 神祂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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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的他人 古増が残っている 神祂是 祭血的 祭血的 英文很清楚 嫉妒的 神祂は 神祂は 神祂的神 那种 会嫉妒的神 神祂は 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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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祂是 神祂是 专一 否則他就 嫉妒 英文是 很清楚的 英語ははっきり 書いてありますけど 就是 祭血的神 英語の 聖書は きれいには はっきり書いてあります 所以他不容许 他的百姓 一方面拜他 一方面拜別神 自分の民は 自分を敬う また他の神を敬う とか 嫉妒的 我们今天可能 也有別神 今日は他の神 あるかもしれません 只不過 那不是 看得到的 这种偶像而已 有一些 別的事情 我们把他 看的地位 非常重 重到 好像神一样 神不要 我们一方面 拜他 一方面 心中 有偶像 神祂は 神祂を敬う また 心の中 それは良くない 所以我们看到 後来 聖殿就被毀 ですから 最後 宮は それを 滅ぼさせ しまった 但是 神的怜悯 在七十年以后 他们回来 重新建造 聖殿 但是 神的怜悯 によって 70年間 自分の 新しい宮を 建てること ができた 但是 重造的 聖殿 也没有 办法 来带領 イスラエ 百姓 他们的 信心 私 宮を建てても イスラエ 神の信仰 を 用いること はできなかった 所以当 主耶稣 来到世界 的时候 有一次 他跟 一个 サマリア 夫人 谈話 在 约翰福音 第四章 19節 到 第24節 19節 サマリア 父人说 先生 我看出 你是先知 我们的祖宗 在这山上 就是在 基立新山 基立新山 上面 礼拜 你们道说 应当礼拜的地方 是在 耶路撒冷 犹太人说 应当礼拜的地方 是在 耶路撒冷 21節 耶稣 说 父人 你当信我 时候将到 你们拜父 也不在 这山上 也不在 耶路撒冷 你们所拜的 你们不知道 我们所拜的 我们知道 因为救恩 是从 犹太人 出来的 时候将到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 拜父的 要用心灵 和诚实 拜他 因为父 要这样的人 拜他 神是灵 所以拜他的 必须用心灵 和诚实 拜他 19節 女子 イエ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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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は 言うことは 信じなさい あなた方は この山で また エルサレムの場所で 父を礼拝する時が来る 23節 23節 あなた方は 自分の知らない ものを 保管しているものが 私は知っている だが 礼拝を知っている 主は ユダヤ人に来るものからである 23節 しかし 誠の礼拝する者は 私たちが 礼の誠を持って 父を礼拝する時が来る そうだ 今聞いている 父は このような礼拝をする者たちが 求められる者である 彼らは 神は礼があるから 礼拝をする者と 誠を持って 礼拝すべきである エルサレム 曾经是神所選擇 為利他名的居所 現在不是了 今は違う 因为主耶稣说 你们拜父 不在这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 因为神是灵 所以拜祂的 要用心灵 和誠实拜祂 神の礼であるから 礼拝する者は 礼拝と誠を持って 礼拝するべきである 我们今天祷告 我们今天向神来 侍奉 没有到 耶路撒冷去 今日は私は お祈り 御徒法人 御徒法人 エルサレム まで行ってないんですが 我们现在祷告 也没有向西边 还是向東边 向耶路撒冷 私はお祈り 西側 また 東側 また エルサレム 向かってはいませんが 因为 祂曾经是神所選擇的 但是 没有 昔は 神様得られば 今 亡くなって しまって 我们现在 拜祂 用心灵 和诚实 ですが 私は今 敬うのは 心と 誠と 礼拝を持って 礼を持って 何に是神所選擇 唯利他名的居所 どこの場所 神様選ぶの 本当の場所 何ですか 先看 伊夫所書 エベソーショー 見てください 伊夫所書 エベソーショー 第二章 二章 第十九 到二十二節 十九節 二十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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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た あなた方は 使徒たちや 預言者という 土台の上に 建てられたものであって キリストイエス自身を 隅から 頭の意思である 二十節 このキリストになって 建物全体を 組み合わせた 宗にある 聖なる 宮成長寺 そして あなた方も 宗にあって 共に建てられた 霊と神の住まい となどである 使徒たちや 也就是今天的真耶稣教会 就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地方 祂把祂的名字放在这里 所以这个教会是神所选择为立他名的居所 就好像圣经这里所说的 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从他们的认识上我们来传 这个得救的福音 而这个得救的福音是以耶稣基督自己为防脚石的 有圣灵在这里居住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说哪一个地方教会离我家很近 我就去那个地方去聚会 那不是自己选择的 因为神不让人自己去选一个拜神的地方 他的旨意讲得很清楚 在刚才一开始 生命纪第十二章 神自己选一个地方 爱神的人要来这里 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旨意 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十六节 十七节 十六節十七節 岂不知你们 你们就是哥林多教会 事实上就是在讲教会 岂不知教会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若有人毁坏神的殿 神必要毁坏那人 因为神的殿是圣的 这殿就是你们 十六節 我们再看第六章 第十九节 十九節 十九節 二十節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 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 荣耀神 十九節 アナタは知らないのか 自分の体は神から受けて 自分の家に雇っている 生理を身後であって アナタ方はもうはや 自分の自身のものではないである 十八節 アナタは代价払って 買って来えたもんだ それだから自分の体を持って 神の栄光を表しなさい と書いてありました 什么地方是神所拳 仍微利他名の寄所 那どの場所 神所選ba거나 居住する場所であるのか 你的身子 アナタの身体 神 他选择你的身子 放祂名字 他住在里面 所以我们就是神所选择的 圣灵住在我里面 所以圣灵在这里讲说 宗教买来的 要用我们的身子来荣耀神 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是神所选择的 他住在我们里面 宗教书也曾经是神所选择的 因为当人用宗教书在崇拜 用耶路撒冷在崇拜的时候 心不专一 所以神不喜悦 同样的 我们今天是神所选择为利他民的居所 我们从士罗和耶路撒冷学教训 专一 侍奉他 心中不要有其他的偶像 作为一个他所喜悦的居所 我没有什么 才是居所 希望 慢慢 频利 皮 磅 尺 糖 治 慢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